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港澳区会线上安息日学 让我们一起研究上帝圣言 我们进行一系列名为与基督同受试练的研究 今天主题是 我们先请张彩玲教师做吐告 亲爱的主多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救恩为我们而死 开了一条又生又活的路 令到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失落在天上的家园 求主结证我们 使我们心意更新变化 可以献像作活祭 感谢主听我们祈祷 逢主耶稣基督圣名写及 阿们 今复的传心节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物纸不落在地里死了 研究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纸粒来 耶稣描述一粒物纸落在地里死了的画面 这一个是我们信服上帝旨意最生动的比喻 第一 蜜子必须掉落 从蜜水上掉落的蜜子 没办法控制它怎样去掉落来 也都没办法控制掉落在哪一处 更加没办法控制它周围的环境 和没办法控制那些覆盖着它上面的泥土 第二 蜜子必须等待 当它落在地上 它并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 也都没办法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样 因为它只是一粒蜜子 第三 蜜子必须死去 除非蜜子离开了安逸舒适的环境 否则蜜子不可能成为蜜水 它必须死 意思是 蜜子必须放弃它原有的 才能从一粒种子 转变成为结出许多子粒来的一棵植物 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看 《腓立比书2章5-9》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奪的 反倒虚己 取了劳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格上 所以 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刺及他那超乎 曼明之上的名 愿对文化激励我们 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其实是好事来的 也都是人之常情 但是因着基督上帝的旨意 可能会要求我们 放弃我们的权利 来到服侍上帝 以便对上帝的角度 有永恒的影响 放弃的过程 可能是困难 和不舒服的 也都可能带来严峻的口言 今先考虑教士所读的经文里面 描述三个耶稣 信服上帝旨意的步骤 一开始 保留很慎重地 提醒我们 说你们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为了拯救我们 首先 耶稣放弃他 和上帝同等的形象 他以人有限的形式 来到世界上 耶稣来到世界上 不是以偉大 和光荣的身份 而是以人类的 卢博的身份 接下来 身为人类的卢博 耶稣并没有过平安 长久的生活 而是 好像保罗所说 以至于死 不但如此 他也没有以尊贵 和荣耀方式死去 经文说 他是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各位 我们在生活中 哪一方面 耶稣的例子 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呢 如果权利和平等是好的 而且应该是被保护的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基什么思考 使我们有时候 需要放弃权利和平等呢 没错 我们要为能拥有 来自圣灵的智慧 而去祈祷 然后 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现在所紧握的是 什么的权利呢 而这些权利 会不会阻碍我 去信服耶稣旨意 去服侍家庭 教会 和身边的人呢 为了更加有效地 服侍其他人 我愿意忍受 犧牲到 怎样的程度呢 很多基督徒 在他们的生命中 真诚地尋求 上帝旨意 他们甚至想 我如果能知道 上帝 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我会为他犧牲一切 但即使向上帝承诺 我们也会对正确的旨意 究竟是什么 我们感到困惑的 而这个困惑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十二章 一至二节 这个经文里看到 保罗描述 我们必须 知道上帝的旨意 它又指出了一个重点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你必须先作出牺牲 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我们请考灵教师为我们读出 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盛结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必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根深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 何为上帝的善良 纯存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写到 当我们做到下面这几行的时候 我们就能明白 甚至测验何为上帝的旨意 第一 就是我们要真正了解 上帝的慈悲 第二 我们要将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 第三 就是心意更生而变化 只有当心意更生而变化 我们才能够了解上来的旨意 但是这样的话 更生是先将自己献上 就好像基督单单为我们受苦 是不够的 祂必须为我们而死 正如约翰福音12章24节 那里说到 墨子要落在地里死了 放弃它原有的 才成为一棵植物 结出墨碎 愿我们祈求圣灵显示 我们 还未完全死去的地方 有哪些事情 是圣灵需要你放弃 以使你 成为上帝的活祭的 当我们生命中某些部分 还未完全死去 上帝或容许一些严峻的考验 使我们注意到这部分 我们的苦难 不只是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罪 同时也对耶稣为我们 献上祂自己 有更深的认识 有一位作家 阿瓜多尔的女作家 是很爱主的 她曾经有写过一本书 里面有一段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当我们了解十字架的意义 我们内心最渴望的信服 也会形成 而我们自己受苦的经验 虽然无法与我们救赎主相比 但是 却给我们一个机会 在耶稣的苦难中 与耶稣连结 并开始认识祂 让我们再次看 《罗马书》十二章 《一字而接》 并默想祈祷 想一想 为了可以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 而应该放弃的什么事情 我们多了解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受的苦 帮助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而心意更新变化 选择善放弃我 愿上帝随听帮助 还有我们要有愿意聆听的心 我们是否听过来自圣灵 微小的声音 但是忽视它呢 结果 在误入祈祷之后 我们就告诉自己 哦 不是 为什么那时候 我没有留心的去聆听呢 撒姆尔记上三章十节 耶稣说 由来站着 将前三次呼唤说 撒姆尔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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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姆尔回答说 请说 撒姆尔噩 撒姆尔噩 首先 在十枚记上 描述一个老人 和两个不听上帝话的 谓儿子 但是 有一个小男孩 却听上帝话 虽然上帝警告这两个 需要改变的谓儿子 但是他们却是不听上帝话 在十枚记上 二章和第三章的故事里面 听上帝话的人 和不听上帝话的人 之间有很明显的差异 以利两个儿子 心里面所想的是其他事情 而不是上帝 当以利听到上帝 想要做的事之后 他就劝救两个儿子 但是很可惜 他似乎也没有采取其他行动 很明显地 他两个儿子 并没有打算 将自己人生的大小事交托给上帝 在这一点上 和年轻的慎尔比起来 是何等大的差异 著名的报导家 查理·史丹尼 提到培养聆听上帝声音的二朵 是多么重要 他说 圣灵 并不是只为传递信息 他说 是坏了得到回应 他知道当我们的计划 已经占据我们所有的注意力的时候 他若向我们建议一些相反的事 就是浪费时间 若是这样的情况 他通常是保持沉默的 他党对我们能放下自己去聆听 最后才能信服 各位 你认为史丹尼提到的放下自己是指什么意思呢 当你想要向上帝闯开心门 有什么事会阻止你变得无法放下自己去聆听上帝的声音 并迅从起来 在生活里面 你怎样才能闯开心门 培养聆听上帝声音的耳朵 然后决定信服上帝的旨意呢 各位弟兄姐妹 愿意我们都在生活当中闯开我们的心门 培养聆听上帝声音的耳朵 然后决定信服上帝的旨意 夏娃在伊甸园犯罪 不单止是因为他质疑上帝的说话 问题的核心 是他相信他有足够的智慧 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当我们依赖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上帝说话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人生都会陷入各种问题当中 苏罗故事描述他信靠自己的过程 以及接下来所发生的惨剧 《撒母耳高素罗为王》 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 我们看到当时 苏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之后 撒母耳亦给了苏罗很明确的指示 他会在吉格见他 而且要等七天 等撒母耳来献祭 在《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 有提到 但苏罗没有进行 我们再用时间打开圣经 来自己阅读 《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一到十四节的整个故事 我们便可以看到 苏罗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令到他堕落 在苏罗成为王后 有三个过程令到 苏罗很快只信靠自己 问题是 没有一个过程本身是负面的 但 却隐藏了很多悲剧的种子 因为他们不单止把上帝放在一边 请留意这个苏罗他失败的顺序 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一到十四节里 特别是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说的 那里说 苏罗说 我见百姓离我而去 就是 我见我看到 他心里觉得百姓离开他 还有他指责《撒母耳没案所定的日子》来到 撒母耳缺席 令到他的压力非常大 他以他眼睛所看到的事情来做评估 第二点就是 苏罗从我见直到我说 我心里说 就是他自己想的 他说菲力士人会攻击我 所以他就以他自己心里所想的 是对整个局势做猜测 第三点就是 苏罗从我心里说 去到 我觉得 我如果再不祈祷 我不献祭 菲力士人就会落到吉甲来攻击我 所以我就勉强献上凡祭 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做过这些事 就是我们会依赖所看到的事情 造成信靠自己的想法 最后令到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 靠着感觉行事 你又认为为何 苏罗那么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 即使他已经听到来自上帝的印度 有没有听过一个说话 权力令人腐败 就因为苏罗他越来越自负 越来越自大 以至他不再听上帝的印度 不再信从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那么脆弱 拥有的知识又不完全 那我们更加需要学习 相信上帝的教导 而不是信靠自己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当我们信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信服上帝的旨意 我们有可能会去信靠其他的代替品 有些人会觉得很沮丧的时候 他们会疯狂的购物令到自己开心 当他们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 他们就会追求明星 而有些人和他们的配偶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另外尋找可以给他们亲密感和刺激的人 我们可以使用很多方法去疏解压力 但是这些方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也不能够救助我们 在下一次如何将事情处理得更好 只有来自上帝超自然的帮助 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问题出在每一次我们寻求的 都是上帝的代替物 而不是上帝本身 接下来讲到有三种 我们可能会用来代替上帝的事物 第一 在我们需要全身神圣的启示的时候 我们却使用人的逻辑和过去的经验 第二 当我们需要神圣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却隐藏了我们的问题 第三 当我们需要和上帝的沟通 而获得神圣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却逃避现实 和逃避上帝 各位 当我们想要寻求其他的代替版的时候 薩加利亚就帮助我们 将焦点放在真正重要的时上 当以诗人被老到巴比伦很多年之后 他们终于可以从巴比伦回来 并且立即开始重建圣殿 但他们却是遇到很多反对声音 所以薩加利亚将鼓励的信息 但被当时做领袖的所罗巴伯 在薩加利亚书4章6节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所罗巴伯的 曼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上帝所指的是什么呢 圣灵怎样只能影响圣殿建造之功的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并没有阻止那些 反对建造圣殿的人的势力 也没有解除所罗巴伯在这事上的压力 上帝不一定总是会保护我们远离反对的势力 但当反对的力量出现的时候 上帝会将它作为一个口言 来救到我们信靠上帝 各位 当我们压力来临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 会想到些什么呢 是食物 是上网 是电视 是电话 还是讨告 信服上帝呢 而我们的答案 就会显示出 怎样的自己 什么是我们需要去学习 或者改变的呢 当我们弃绝自己的欲望和野心 我们就可以信服上帝的旨意 这个会开启真正服侍其他人的道路 我们不可能为上帝而活 却不将自己献上为活制 没有持续闯开我们的心门 聆听上帝的声音 对我们来说 真正信服上帝的旨意 我们必须认知到信靠我们自己 以及信靠任何上帝话语 或者力量的代替品的危险 当信服上帝的旨意 就是作为基督徒生命的中心 上帝可能会允许严峻的考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教导我们去信靠他 今课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课的题目是 在试炼中的基督 结束的时候 请郑牧师作祷告 阿们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